中央发放振兴券 县府在加码 10月1号在各村理工所 抢先发放这县金门通用的 3000元振兴券 地区最大的西门里办公处 一大早用县排队人潮 有人带家人领取 一口气领了19份 加上之前县府发放的 5000元纾困金 和之后中央的五倍券 金门人最多可以领到 13000元 号称全台雄猴康 要买的东西很多吧 就有需要就买 我们三个小孩子都读大学 然后我们应该会买开学用品 是这样子 住在金门很幸福 非常感恩 工作人员手忙不停 当节人工的点钞机 算好数量 这位民众领的数量 其实还算少的呢 相亲笑得好开心 家里人多 这家大户一次就领了19份 一大叠3000元的振兴券 总共是57000元 上一次也是一样啊 就换了冰箱 那这是要换哪一种啊 换比较小型的家电 对 我们家自己有六份 然后其他都是我的那些 亲戚朋友这样 没有朋友都是亲戚啦 兄弟姐妹这样 然后他们的小孩这样 为了应应西门礼领卷人潮 里长提前在家里加工 将一人份的振兴卷 放在一个红包袋内 果然现场速度快上不少 县福表示 振兴经济地区就有 六十几家的商家 推出加码活动 乡亲已经可以做好选择 我们今年除了在振兴卷上面 做了一些面额 以及相关设计上的一些调整 希望能够带动整体的 这一个景气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在后续推出一系列的活动 包含政工所这边 也会搭配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能够刺激买气 让振兴卷发挥到最大的效益 中央发五倍券 金门县再加码 除了有五千元的纾困金 还有三千元现金门通用的振兴卷 免了一百元的十张 免了五百元的四张 从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 连续三天在全县五乡镇 三十五个村里 还有四十一个领取的地点发放 振兴三千 金门 Go, go, go Go, go, go